首先再來關心到台南市北區的大新街 昨晚驚傳火警 一間KTV頂樓的招牌 在晚間九點多 突然起火燃燒 消防隊員抵達後 疏散了現場上百人 並且步水線灌救 火勢在十分鐘左右撲滅 所幸無人受困傷亡 至於起火原因 還有待警銷進一步釐清 頂樓的招牌起火燃燒 而且火勢猛烈 還有零星火光從天而降 裡頭KTV的服務人員 趕緊疏散民眾逃生 台南市北區大新街一間KTV的頂樓招牌 十三號晚間九點多 突然起火燃燒 消防局貨報出動二十車四十三人 到現場步水線與雲梯車灌救 火勢在十分鐘左右就順利撲滅 索性現場無人員受困傷亡 至於頂樓招牌 為何起火燃燒 以及財務損失情況 交由消防局調查釐清 記者溫正恆 鄭維仁維仁綜合報導 警察